大家好,我是来振一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分享 用以应用为中心的方式管理多极群中的应用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青云科技的工程师 同时也是Kubisphere的维护者 主要关注的方向是应用商店、网络、多极群等功能 下面是我的联系方式和Github账号地址 如果你在会后对我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和我沟通 这是本次分享的大纲 首先我们会来介绍一下两种常见的应用类型 然后再介绍Kubisphere 以及应用商店在Kubisphere中的实现 最后我们再介绍我们之后会进行的工作和QA环节 在云原生的世界中 有两种常见的应用打包类型 它们分别是QM和Operator Hume的逻辑非常简单 它就是Kubernetes中的包管理器 根据官方的介绍 HumeChart可以帮助你定义 安装升级那些非常复杂的Kubernetes应用 下面是一个示例的HumeChart目录 其中Chart.Yaml定义了这个Chart相关的信息 License包含了这个Chart相关的许可 ReadMe包含了一个给人看的说明文件 Values.Yaml包含了这个Chart默认的配置文件 Values.Schema.Json 包含了这个Values.Yaml 相应的Json Schema文件 用它来校验用户输入的Values 是否符合规范 下面的Chart文件夹 包含了这个Chart所依赖的字Chart CRD式文件夹 包含了这个Chart相应的CRD Template式文件夹 包含了这个Chart需要渲染的模板文件 Template-notes.txt包含了一个纯文本文件 它可以让你在使用Helm客户端时 获得一个简短的使用说明 Helm的核心思路都非常简单 它就是围绕着KBiOS资源 做一个模板化的渲染 它的升级和安装都是通过模板的形式来处理的 而operator的模式不太一样 它需要开发者编写一定的代码逻辑 来控制资源的生成 用户在使用时也需要先在集群中安装对应的operator 比如图上作为例子的普罗米修斯operator 它可以通过Helm的方式进行安装 也可以通过operator framework中的OLM组件进行安装 operator其中普罗米修斯的operator 会监听它所需要的自定义资源相关的CRD 比如图上左侧的普罗米修斯 Alert Manager, Service Monitor,普罗米修斯Rulers等CRD 一旦普罗米修斯的CR被创建出来 普罗米修斯operator监听到了相应的创建行为 它会创建对应的Deployment或者State for Set 后续的CR相关的变动 operator在监听到CR的调整之后 也会按照自己的业务逻辑 控制是否需要调整相关的Deployment State for Set Service或者Config Map等资源 operator模式它可以实现的功能很多 而它本身的生命周期管理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对比Helm和Operator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借用一张 Operator Framework博客中的一张图 来对比Operator和Helm的区别 Helm可以覆盖到阶段一和阶段二 而Operator可以覆盖到阶段一二三四五 也就是说Helm可以实现基础的安装和升级 而作为用户 你希望使用更丰富的应用功能 比如说全生命周期管理 监控告解 日志处理 或者是自动的横向和纵向的弹性伸缩 或者自动配置调优等 那么你需要使用Operator版本才可以实现 Helm它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和快捷 而Operator使用起来功能很强大 在开源社区中有很多应用 都有Helm的Chat包 并且有更多的应用 它正在实现Operator化 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同时使用 Helm和Operator来分别进行部署应用呢 下面介绍我们在CubeSphere中的实现 首先我们需要介绍什么是CubeSphere CubeSphere是一个分布式的操作系统 它的愿景是打造一个 以CubeSphere为内核的 云原生分布式操作系统 它的架构可以非常方便的 使第三方应用与云原生生态组件 进行集差集用的集成 支持云原生应用 在多云与多亿集群中 进行统一的分发和运维管理 目前CubeSphere已有70多万次的下载量 社区中已有200多位的贡献者 和70多位成员 也欢迎大家访问下面的链接 加入CubeSphere社区 我们在CubeSphere的应用商店中 同时兼容了Operator应用和Helm应用 对于用户使用来说 其实区别不大 不过Operator应用 它的功能会更加的丰富 比如图上 它就是一个Operator应用 用户在部署时 需要指定相应的租户和集群 也就是图上下车的location字段中 它有相应的Worker Space和相应的Cluster 表示它相应的租户和集群 然后是配置Operator应用中相关的参数 比如对于PG Operator 它支持自定义数据户的版本 资源配置 存储类型 存储大小 从数据户的数量等参数 用户在指定完配置之后 即可部署相应的这个Customer Resource 部署后可以进入到它的详细页面 查看或者更改用户的实力的工作负载 或者反应方式 这个数据库实力本身对应的 其实就是KBIS的Customer Resource 前端页面有数据库 由数据库的开发者 并自定义需要展示的内容 比如图中 你可以看到它相应的 这个数据库的一个访问的连接方式 以及相应的数据库节点 所在的POD的信息和它的类型 和它的存储的一些规格 图上是数据库相关的用户管理的type页 本质上也是修改Customer Resource 然后交由Operator去处理 这个应用的Operator 它可能是修改相应的这个Config Map 也可能是由相应的这个Deployment 去读取这个Customer Resource 更新到数据库中 图上是数据库实力相关的配置type页 它可以修改数据库实力相关的配置 也是一些比较常用的配置项 它的实现其实本质上 也可以是Customer Resource 也可以是普通的Config Map 这个由开发者去决定 并配置相应的UI页面 完成UI可视化的配置 下面我们来讲解 它后端的主要实现方式 在KubicSphere中 有KS Controller Manager组件 它会监听上面的CRD 比如如果是Operator应用 那它有自己的Operator APP和Operator APP version 如果是Helm应用 它有自己的Helm APP和Helm APP version 同时Helm应用我们还支持 用Repo的方式进行部署 对于一个Operator应用来说 相应的应用实力就是其中的Manifest CRD 当一个Manifest CR被创建 KS Controller Manager监听到它的创建后 就会去该集群中 查找Operator是否已经安装到 这个集群上 如果没有部署的话 那么会由 会在会有KS Controller Manager 在集群中部署相应的Operator 如果已经部署了Operator的话 那就会直接跳过 然后创建Manifest中相应的自定义资源 由其中的Operator 根据Customer Resource这种自定义资源 来去创建相应的工作负载 下面是Operator应用最主要的Spec 其中Operator Application 表示当前的Operator应用 以及它的名字和描述 还有它的图标 Operator APP version 也就是Operator Application Version 表示这个Operator应用 有哪些版本 每个版本它的安装方式是什么 比如CRD需要装哪些 Operator对应的安装方式是什么 比如在这个例子中 使用Helm安装TIDB Operator 它对应的Helm Chart是哪一个 这样的话 KS Controller Manager 它就可以去知道 我需要先装这个CRD 然后再装这个Helm Chart 这样就能把这个Operator 安装到这个集群中 Manifest表示用户实际部署的资源实力 它部署到具体的哪个 它定义了部署到哪个具体的集群和版本 这样KS Controller Manager 就需要知道 就可以知道 要将这个自定义资源 下发到哪个集群中的 哪个Namespace中 并且在安装自定义资源之前 它会检查相应的CRD和Operator KS Controller Manager 在安装CR之后 还会监听相应这个CR的Status变动 然后更新到Manifest中 这样Manifest相应的这个Status的变化 就可以在前端体现出来 而图上是另外一个Hilm应用的例子 我们提取了其中的values.schema.json 作为UI化的辅助教验 同时用户也可以直接编辑 这个chart中的values.yaml文件 图上就是示例的values.yaml 如果有需要修改参数的 可以直接编辑 编辑之后进行部署 部署之后也有相应的 应用实力的详细页面 也可以看到这个Hilm Chart 部署后包含的工作负载 和Service相关的信息 比如图上上半部分 就是Service相关的信息 下半部分表示 它相应的这个工作负载 以及工作负载目前的部署状况 还可以继续跳Tab页 来查看这个Hilm Chart相关的readme 也就是这个Hilm Chart相关的描述 也可以查看这个chart中已有的文件 默认是查看values.yaml 同时你还可以查看它其他的 比如说它的配置文件 比如说它的notes等文件的 然后你还可以跳Tab页 查看它的相应的Hilm的配置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可以对它进行更新 相应的KS Controller Manager 会更新这个Hilm应用 Hilm的部署的话 它同时支持两种方式 一种是从Hilm的repo中部署应用 还有一种是在自己的租户中 上传应用 然后发布到平台的应用商店中 这里我们先讲解一下 Hilmrepo中部署应用 首先你只需要创建相应的Hilmrepo实例 也就是前面这部分Hilmrepo相关的 然后创建Hilmrelease 关联使用这个repo 其中Hilmrepo中也比较简单的 这个字段的描述 比如说像UIL定义了这个repo 相应的这个repo的地址 Credential包含了这个repo 需要访问这个repo时 需要用到的这个配置文件 或者是它的建权文件 Hilmrelease中包含了这个应用 它所在的这个chat name和chat version 还有repo ID 有了它们 Controller就可以定位到 具体是这个repo上的哪一个chat包 然后通过里边的values 这个values它是一个base64编码 它纯字不串 然后用这个values作为输入参数 安装到对应的集群中 然后监听到最后的安装结果 它本质上其实就是KS的controller manager 去调用Hilm install 然后把这个Hilmchat包 去安装到这个集群中 这是一个租户在 这是一个用户在租户中 创建Hilmchat的例子 它对应一个chat会有一个app 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的version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就用一个version来表示 每个版本的这个chat包 它都会以datakey的作为文件名 存储到S3上 这里我们CubeSphere内建了S3的服务端 是menu 然后由这个相应的这个chat包 存到S3上 同样是Hilm的应用和Hilm应用的版本 用户创建相应的release来指定版本和应用 同时还需要指定values的base64的这个参数 然后由KS的controller manager去获取到相应的数据 比如说它先获取到相应的版本和相应的这个应用 然后获取到版本相应的这个chat包 然后配合这个values 通过chat包加上values来执行Hilm install 安装后 KS controller manager还会监听这次安装后续的结果 另外我们还调研了operator framework中的operator life cycle manager组件 它可以满足单个集群下operator更丰富的生命周期管理 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operator life cycle manager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却有效的单集群的管理组件 它主要包含下面的CRD 每个CRD的功能不同 比如说operator group用来定义多个租户下的operator 指定operator安装到哪个命名空间下 还有cluster service version简称csv 包含了operator相关的原数据 也就是operator相关的memo或者是version或者是icon 或者是它必须的一些资源 还有它整个的安装过程需要涉及到的哪些资源 还有catalog source 它是operator相关的仓库 它包含了很多的csv和CRD 还有operator工作负载相关的包信息 install plan用来计算出安装或者升级csv过程中需要创建或者更新的资源 suscription用来跟踪安装包的channel变化来执行版本的更新 图中的catalog operator通过scription来判断是否需要监听package server 一旦有更新则会生成install player来更新csv 有了新的csv 这个olmoperator就会负责安装或者升级operator 使用olm之后可以更简单的管理单个集群下的operator 并且根据它自己内部的逻辑可以维护operator的升级 对于我们在多集群环境下去进行operator的风发很有帮助 目前我们已经将clm和operator应用都接生到了应用商店中 后续还会支持olm也就是cubella应用 目前的operator应用的风发还不够灵活 后续我们也会将operator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 作为cubeSphere可插把组件的一部分进行结合 然后支持在多个集群环境下去分发可插把组件 同时和operator life cycle manager去进行结合 做到更简单的去分发多集群下的operator应用 感谢大家 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同学有问题可以提问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